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北京大兴数字经济论坛区块链应用创新峰会上提出 由北京大兴区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主办的 2018北京大兴数字经济论坛区块链应用创新峰会 以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为导向 深入探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产业发展的融合与创新路径 打造更有利于技术、产业和行业发展的良性创新生态 区块链通过加密技术形成一个非中心化的可靠、透明、安全 可追溯的分布式数据库 推动了互联网数据记录、传播及存储管理方式变革 大大降低信用成本、减化业务流程、提高交易效率 实现互联网从信息传播向价值传递的转变 进一步驻推述自经济蓬勃发展 近几年,快速发展的区块链已经在金融服务、物联网、供应链等多个领域取得较好进展 而且在多个领域酝酿着更大的应用机会 倪光南院士认为,未来区块链技术将与各种信息技术融合应用 加快发展,区块链也将被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带来新机会,为发展区块链技术应用 他建议,第一,开放应用场景 应开放区块链技术政府应用、社会管理、贷款、保险、教育、医疗等应用场景 实现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 第二,搭造应用生态,推动区块链应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形成围绕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生态 进而形成其产业生态,促进区块链技术进入主流信息技术领域 实现对实体经济的升级与改造 第三,加大政策扶持 政府要从研发投入、人才政策、产业基金等方面 全方位支持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区长王有国表示 大兴区将把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作为未来产业重变发展方向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打造首都南部经济发展新高的 一是建立区块链技术研发实验室 依托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超信用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超区块链技术研究院 等技术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 在商业场景中的具体应用 使区块链技术回归技术本源 实现区块链技术 对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 二是设立区块链专项基金 扶持区块链底层应用技术和项目 同时有效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区块链板块中 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 三是结合大兴区实际 在食品溯源 数字农业等领域 开放一批政府资源 探索区块链技术的实验应用场景 推动区块链技术加速落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